照顾新竹市的弱势清寒家庭 新竹市竹联寺最近席开两百桌 邀请两千位清寒家庭、单亲 以及弱势民众享用美食 竹联寺主委许修睿议长指出 这项别具意义的传统 来自数十年前一位国乐老师 而后由许修睿接手 每年冬天都扛起照顾民众的责任 邀请大家来竹联寺前报餐一顿 那当时是由我们深远国乐团的 那个邱龙全邱老师他发起的 那当时他就十几年前 他就有邀请我 共同的来参与这个韩式的尾牙 我就跟老师说 不如由我们竹联寺来办 那老师你可以放心 你把这个重担交给我 我一定一年办得比一年更好 然后老师就说 那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那后来老师身体就慢慢不好 最后他在两三年前就肛癌往生了 那但是他的精神 永远存在我们的内心 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表示 多亏了民间力量以及爱心 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 就像我们的内心 跟我们所有民间的团体 尤其里面都会主动的通报 所以社会的照顾跟社会的温暖 不是做进入而已 一道又一道的美味料理轮翻上桌 菜一放到桌上民众迫不及待的赶快享用 平常大家生日快乐 或难过 想要吃一道丰盛大餐 其实不简单 每年的年末爱心喂牙 就是他们一年最期待的一次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